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 注册账户 四 忘记密码 五 第一次登录 六 添加电费户口 和七 online payment付款方式 首先打开谷歌 在上方搜索mytmb 然后点击点击第一个选项 或者可以直接点击我在下方提供的链接也是可以的 进到tmb的网页过后我们会看到login和express payment 如果不想login的话可以选择express payment 如果你的账单超过250令吉 那么你就需要login还了 要如何login或register账号 我们会在接下来讲到 大家也可以直接转到register的时间点上观看 我们先来讲讲express payment的方法 我们点进去后 是要填写你的电费单上的account码 call码会出现在电费单的左上角 写着account number的 然后在下方的格子打勾 告诉他你不是robot 过后就可以按search了 接下来他会显示出你电费单上的account号码 地址和欠下的电费金额 那么你就要把你要付的钱填上去 然后填写你的email和电话号码 好了过后滑下来按next 过后是检查你的account号码地址和要付的钱对不对 对的话就按pay 如果金额不对的话 可以按back修改 然后等待他转换页面 接下来就是输入你的信用卡持有人的名字 信用卡号码 卡的种类是visa还是mastercard 日期以及银行户口所在的国家等 然后按next等他跳转页面 千万别refresh 过后下载receipt就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要login付款的方式 如果之前已经注册过了 你就可以直接填写你的email跟password登录进去 还没注册的我们先按register注册账号先 选择左边的register now 进到这里你需要填写你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变化号码 email和 记得email和密码是要写相同的 选择那边就放mycard 然后按create.com 过后请检查看看你的手机有没收到信息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等一下子 如果还没有的话就按resend 收到后可以查看otp的六个号码 然后把它输了进来 再unconfirm 之后他会告诉你注册成功了 你必须到email那边查看有没收到他发来的email 如果有点击他发给你的link 而active你的账号 过后他会告诉你active成功了 之后你就可以login了 讲了那么久终于来到了login的部分了 我们要输入刚刚注册了的email和密码 然后按login 如果你忘了你的密码 你可以按forget password 然后叫你填写你的email 然后按next 他就会问你要用手机还是email来重设密码 如果选择email 他就会发送email给你一个暂时性的密码 然后你需要点击email那边的here 登录过后更新你的密码 如果选择是手机号码 他就会发送信息到你手机上 你需要把他给的六个otp号码输了下去 然后按confirm 第一次登录的话 他会问你是什么角色 individual contractor还是consultant developer 如果是住家或店铺的话 我们就选择individual按select 之后在imgmbcustomer那边选择add account 过后你会看到两个选择 owner还是不是owner 如果你是这个建筑的主人或者电费单上写着你的名字 那么就选owner 如果不是你的名字 那么就选notowner 然后按select确认 之后在上方选择你是individual company还是government呢 个人的话就选择individual 然后填上你电费单上的earned号码 号码会出现在电费单的左上角 写着account node 还有你要给这个电费账号的昵称 好了后按下submit 之后在下方的格子打勾同意再按process 它就会显示你成功加了account 按打插后 你就可以看到你过去六个月的电费记录 和你需要还的电费金额 好了 来讲如何还钱的时候了 在这个页面里按下pay bill 过后你要选取你要付电费的账号 在旁边打勾 然后按pay bill 之后就会看到两个选项 分别是信用卡支付还是online banking 如果你没有开设online banking的话 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记账卡支付 想要开设你的online banking的话 可以在各自的银行官网那边注册 我会选择online banking 如果你是选择credit card或者debit card的话 可以看回express payment时的负账方式 选择好online banking过后 拉到下面选择pay 过后选择你要使用的银行再按next 等待它转换去你的银行页面 然后填写你的username和密码在login 之后它会显示你要付的金额 然后按preview等它发送out去你的手机 你要输入进去 然后按submit等它到处转换 过后它会显示你已经付款成功 可以按receipt下载 过后你的账目上就会清零 要退出是按右上角那边的logout符号 为了年权起见 大家记得删了历史记录哦 好了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哟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还没订阅我们的话 可以点击下方订阅我们哟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我们的影片更新了哟